这次事件的影响和结果了 芷妍 你可有打算回秦家 主持家中事务 目前家中 现在还有师兄弟们在操持 赢得没有问题 眼下苍领哥哥 还不知何时能醒来 我还不能离开万路门 对了 神楼主 你既然担心宗门安危 为何不回到关羽楼呢 起码关羽楼 在宗门还有一席之地啊 朕 谢谢 谢谢 顾大夫果然是医者人心 我并不是人心的医者 我只医我想医的人 那如若是我病了 你可以 我定亲近所有 热水 我去哪儿 芷燕 我去吧 你在这儿看着柳苍林 嗯 来 多谢 这钢药太丑了 不贴 爱贴不贴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挑这挑那 美是我毕生所求 你这种莽夫 如何能懂 你再说一遍 够了 今仙尚未寻到 你们二人 却为这些破事争持 我万万没有想到 陆昭瑶居然会死而复生 长玉圣主跟金仙一死 从此天下 怕是更由万路门横行了 愿赌服输 这次是他们赢了 不会的 不会的 金仙哪有金身护体 多然我不会被那凤凰之火烧死 我一定要去找到金仙 这凤凰火能烧尽天下的一切 迟之士就不要仔细欺人了 不对 按照池门主这么说 金仙一定不会那么容易被烈焰灼伤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走 江门主 如今金仙已逝 若真能遏制万路门 怕也只有虚宗门的禁术了 不知江门主 愿不愿意将这禁术献出 若江门主能有如此大义 我必定推江门主为我宗门首领 时候不早了 锦绣公子和唐门主还需要休息 在下告辞 走 你未免说得也太直接了 你不知道这禁术是须宗门的境界 我就想试试它 看这江湖中传说的禁术 到底是真是假 那你试书什么了 避而不达 必有隐情 禁术一试 十之八九 确有此事 乘到南村 除魔未到 到足且长 这么看来 金銜真沒了 到底還要關多久啊 這照 照搖 這照搖 你 你不要怕 我们没惹什么事 他们不会为难我们的 出去就交点钱就好了 你要是没钱 那我帮你补 补你个大头鬼啊你 他吃你的骗你的就算了 把你关在这儿 你还给他补钱呢 你这该死的狐狸精 你欠我们这些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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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歹缘分一场 缘分 你就是被这狐狸精 给迷上了你 这样吧 你先帮我把钱补了 回头出去 咱们就把律书也写了 欠你的钱 我会找人做好事还给你 你们放心 我陆昭瑶 不喜欢别人欠着我 自是也不喜欢欠着别人什么 我 出去 出去那么大 上哪儿找啊 那你到底想怎样 放啊 绿书先别写 你把钱的钱给补上了再写 有了红书 我们现在找到你啊 别拖 你们两个房子 有钱上交就能出去了啊 没钱就得多关两天 有有有 玉族大哥 他现在还是我妻子 他的钱都先借我头上 快把我们都放了吧 你给我们放了吗你 放了我们吧 谢谢你啊 玉族大哥 陆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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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 我 我 我叫曹宁 紫茗峰 陆姑娘 你等着 回头找人给你做好事 这些债 我全都给你了了 陆姑娘 其实 这些债不了 也没关系的 我娘那儿 我可以去与她说 你 你不写律书 也 不行 律书要写 钱也要还 我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 我有另一个人想嫁 只是在这之前 你能不能再帮我一个忙 什 什么 你能不能再借我些钱 你醒了 阿荣 陈岸 你现在需要静养 阿荣 阿荣 你知道七指帝吗